台湾的佛教盛行 有许多人以为拜拜不论拜哪个神其实都OK 但是其实每个神明都有他们各自的专场 那这次呢我们是借着游戏的概念来设计法想 进而设计出一本一支游戏书 提供四岁以上的大人或小孩来玩 也适合亲子的互动 而这本书是以大富翁的玩法来设想内容 借着每一部所遇到的题目跟境遇 能更进一步了解神明的由来跟生平事迹 在主题设定的构想方面上 我们参考了现今社会上多方面的议题 而在最终决定的创作动向 我们选择了结合台湾本土文化和亲子教育 这两大主题去设计我们的产品 在资料收集里 我们参考了网路上各式插画的风格 设计的规划以及游戏的玩法 也在实体界面里看了许多现成的亲子游戏书 而在制作的过程中设计人物的方面上 和材质的设定定案过程中修改了很多次 却还是都没有跟我们原本想象的一样 但最后经过很多次的校正和参考大量的风格之后 终于才订案网稿 在我们一字游戏书的制作过程里 是在专题制作和展演实物这两门课程里来制作 我们有用Illustrator和Photoshop这两个软体交互应用 而用Photoshop来修故事底图的草稿 用Illustrator来编排故事的内页 这些软体都是我们三年中所学到的 我们收集视觉风格资料 想用活泼斗趣的风格呈现神明的故事 所以参考了童话故事书的人物造型和绘画风格 最后选用简单的线条搭配典雅的色调 再加上以手绘的方式呈现 并以云来串联整个故事 有细数有许多配件 印章我们用橡皮擦以凸雕的方式来进行雕刻 旗子则是用压颗粒来作为材料 做出透明的效果 并以长发体作为它的形式 加强图案的部分也能方便拿取 旗幅小卡片则是以牛奶板这种较厚的材质 裁切出卡片的大小 贴上输出好的贴纸后再用麦克笔上色修边 原本骰纸我们是用PU切出三角锥的形状 再以补图涂抹表面增加重量 后来发现这种材质并不坚固 所以改成铁字的三角锥来作为媒材 参考多种插画风格后开始绘制草稿 加上有粗细变化的墨线 使人物看起来比较生动 我们将底图完整稿扫描后 置入Photoshop 用Photoshop来上色 小组讨论 牛奶板用尺量出游戏书内页所需的长宽后 剪切下来 把输出的内页贴纸与牛奶板对齐 由上往下用尺推粘上去 并且将多余的空气挤压出来 在外包装的封面纸上 量出适当的距离后粘上 将多余的边边裁成梯形后折进去 用完稿胶将书本粘在飞叶中间 在两扇门上粘上门把 和裁切好的卡点西德做的花纹装饰 裁切需要大小的压颗粒板 用针筒慢慢的把绿纺滴在底座上 黏上另一块压颗粒板后静置几分钟 贴上输出好的贴纸 裁切需要大小的牛奶板 贴上卡片正背面的贴纸 用麦克笔涂上和背景相同的颜色来修边 在橡皮擦上画出想要的图形 将不要的部分用美工刀去除掉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